份數的加法呢,其實有些技巧 例如,第一條這樣 7%加5% 我們遇到兩個份數相加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是要看一看 這兩個份數的份母是否一樣 第一條簡單一點,份母是一模一樣的話 那就二辦事了 份母是否一樣 那份母就變成一個8 然後上面兩個相加 7%加5%就是12 除以8 那,數到這裡 就得出一個答案 但問題是,我們是需要約份的 如果數可以約的話,約至最簡份數 12除以4是3 8除以4是2 那,所以 要選完之後 我們就會得出 2分之3 這個就是最後答案 那,或者有人會喜歡大份數 有時候題目可能會要求要寫大份數的話 那你就可以寫1有2分1 那這個都是答案來的 那,兩個都合理的 那,關於這個 如果兩個份母 都是一模一樣的情況 就是這樣做 那如果兩個份母都不一樣的話 那我們就要進行一個通份的過程 怎樣通法呢 第一,簡單的方法 我們so far只要令到這兩個東西 令到這兩個份母 4和6 要一樣 我們可以怎樣做 5分之4 加 不是5分之4,sorry 是5over4 和1over6 那,我們可以 將 這個4 乘以對方份母的這個6 兩邊一起乘 那,這個6呢 這個分子份母 同時都乘對方的4 6乘以對方的份母 這個4 那,在這個例子呢 我們得出 4,6,24,46,24 那兩個份母變成一樣了 我們把它變成一樣 然後5,6 就只有30 加上14 就是4 那,得出 34 除以24 除以24 同樣道理 我們34呢 可以除以2 24又可以除以2 1分之4 1分之4 我們得出 17over12 那,這個又是答案了 那,如果兩個數 兩個份數 相加的話 我們可以 成大家 剩下的那個 那,如果遇到很多的份數 例如 2分1 加3分1 加4分1 加5分1 加6分1 之類 那,我們怎樣可以通份呢 通了這麼多份呢 這樣呢 在這個情況呢 我們就要找出 這個LCM LCM 也就是 最少公倍數 那,4和6 例如 這一條先說回這一條 4和6 的最少公倍數呢 那就是12 那,所以其實這個 乘3 就行了 不需要乘6 例如 可以在這裡做多一次 5 乘2 123 加4乘2 3 加這個6 6 2 12 1乘2 加6乘2 2 那,下面這一部分 現在畫著的 4乘2 3 和6乘2 都是通到份的 因為LCM 的出現 就是幫我們通份 幫我們找出 它的公倍數 最少的那個是什麼 那,通完之後 上面的數字 就變成簡單了 就等於 17加 對不起 是15加2 15加2 那就是17 那,不需要 可以減少計完之後 需要約份 約來約去 那麼辛苦 那,兩種方法 除你啦 那,你喜歡可以 成大家那個 然後得到出來 然後再約份又可以 又或者一開波 直接用LCM 找出他們最少的公倍數是什麼 搞定了通份的這個問題 先 又可以 那,在這裡 順利說一下 如果是這一條 找出LCM 是 2 3 4 5 6 的話 的LCM是什麼 那麼 那麼 這裡有個4 就包括2 這裡有個6 就包括2和3 那就是 這一條就間接變了 找4 5 6的LCM是什麼 那4 4 6 我們找到12 那12 和5 又有戶質 那就變成雙乘 那麼 答案就是60 那 如果不明白的話 其實不要緊的 到最終 你 so far 只要熟習LCM的方法 找到LCM是什麼 嗯 對了 或者可以用不算 就是 2 3 4 5 6 全部用短除色 找出的LCM出來又行 那麼 不緊要的 so far 我們做到的第一步 就是需要通墳 通墳 然後 乘回一定的因子 令到這個 墳子都正確 墳墳 通完墳之後 我們得出這個24 我們得出這個24 然後 將墳子 乘回藥干的倍數 然後加起來 那就是我們的答案了 那麼 來多一條 還有 遇到大份數 怎麼辦呢 這樣呢 就有兩種方法 的 第一種 當然是可以拆開它 例如 這一條 就等於5 加7份3 加1 加5份1 然後再繼續 5加1 就是6 然後通墳 5 5 7 35 3要乘5 15 7 1要乘7 就是7 5加7 22 這樣呢 出來就是 6 又22 over 35 那麼 這是第一個計法 第二個計法呢 就是把這些數字 由大份數 變回 做假份數 那麼 來多一次 寫出來 5乘2 7 加3 3 over7 加1 乘2 5加1 over5 這條等於 5 7 35 加3 就是38 over7 加6 over5 又等於 我們又通墳了 5 7 35 38 乘2 5 就是190 加7 6 42 這條等於 232 除以35 這條 就是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有心 的話 這個 假份數 跟我們得出來的這個大份數呢 是一模一樣的 那大家如果喜歡 先繼續整數 都沒有問題 那這兩種方法都行的 都可以幫我們繼續答案的 那之後就要視乎題目要求 那這條 這麼巧我們 不需要約至最簡單的份數 22和35 它們互質就沒有問題 那 有時候需要的 那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這裏 那 然後看回題目要求 有些題目可能要求你要 給大份數 有些可能要給 有些題目要求要給大份數 就是這個 那有些題目要求要給假份數 就是這個 那 是啊 除了這些之外 那 這個 份數的加法 就說到這裏